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又荣 新闻的一开始来关注疫情进展 沙老爷冠病确诊病例今天继续破迁 共有1667宗的病例,累计病例达到103048宗 同时,今天有5个人死亡,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08个人 沙老爷灾难管理委员会今天发文告表示 在新增的病例当中,估计依然是最高,共有620宗的病例 接下来是撒马拉罕151宗,什罗门139宗,什乌125宗,集伦了118宗 同时,今天增加一个涉及社区的新感染群 也就是什罗门的欧巴感染群 接下来关注佛墓灾的新闻 第二波的佛墓灾,昨晚来袭 除了湿屋拉岸江和伊甘江之外 就连新朱安巴沙的西端河也无法幸免 根据了解,佛墓已经漂流到湿屋的拉岸江和伊甘江 随后漂往连接伊甘江的西端河 在流道、南岛邦江以及拉梢等地区的水域 虽然第二波的佛墓没有第一波来得集中 而且数量也比较少 但是,随波逐流的佛墓依然散布在拉岸江和伊甘江面 收快艇码头今天早上出现少量的佛墓 到了中午的时段,佛墓的数量开始增加 加上涨潮以及水流痕迹,佛墓急速流到下游 一些佛墓大量堵塞在船底 一些解体为了安全着想,尽量避开佛墓 事务河流局局长哈达表示 该局将密切关注佛墓的情况 也将在船舶业者的片核及协助下 接近所能清除会影响乘客登陆设施的堵塞佛墓 他也劝请相关业者和百度人 在江中创行时要格外的绞心 北沙地区的巴南内陆连续多天豪雨 河水高涨,导致低洼地区的藏屋和学校 都成了泽国,四处一片汪洋 根据沙小整局在群组发布的一折视频 一名藏屋的妇女准备了早餐 也计划在水中享用旁中餐 在巴南的杜多阿波河流域的 弄梦芒水灾为患 藏屋被水淹击,水深达桑扯之高 单地的居民对于藏屋淹水的现象 其实已经习以为常 尽管感觉很无奈 但是他们还是在水里苦中做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大家平安喜乐,我们再会 Hariot Watt University Future Made Future Made Future Made